西妃已然被进封为西贵妃了 内务府呢 也给他呀 做了这个朝服和朝官 不过并没有任何册封典里的记载 也没有这个西贵妃的册宝 也就是说呀 这甄嬛啊 好不容易当了贵妃啊 既没有这个金印 也没有金册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场 今儿啊 咱们书馆可来大手子了 谁呀 哎 这就是雍正朝的西妃 到了乾隆朝啊 就是重庆皇太后 这两年啊 她又多了个小名 叫什么呀 叫甄嬛 对喽 这段书啊 咱们该说这乾隆皇帝和他的生母了 这我得先跟您交代一下 咱们这回啊 可是讲乾隆皇帝母子的故事 咱们要是讲这乾隆皇帝呀 那我估计呀 得是个长篇了 咱们呀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要是说这个 讲乾隆皇帝的妈呀 有点麻烦 因为关于这位老太后的身世啊 传闻太多了 咱们呀 还得是按照老规矩 先得聊聊啊 这个官书正史上啊 是怎么介绍的 说这乾隆的妈呀 是纽葫芦氏 这纽葫芦氏啊 比较高贵 为什么呢 据说这个纽葫芦氏啊 是香白旗 这个祖籍在哪啊 在长白山边上 那这只纽葫芦氏祖上 那有没有名人啊 当然有了 有一个喉咙大个的 这个开国元勋呢 就是这只纽葫芦氏 谁呀 就是那个开国武大臣 恶意都悟啊 虽然我呀 是没看过甄嬛传的 这个纽葫芦氏呢 也不叫甄嬛 但是啊 咱们为了大伙儿 娱乐心更强一点呢 之后啊 咱们就称呼这个 孝圣显皇后 为甄嬛德了 这甄嬛德爸爸呀 叫灵柱 是个四品典一官 这四品典一官的 工作单位在哪啊 哎 就在这个雍亲王府 这灵柱的曾祖父啊 叫恶意腾 哎 您觉得这个名字 他耳熟吧 对呀 他是那个开国元勋的 恶意都的堂兄弟 那有人就说了 这恶意都的曾曾孙孙 怎么就混成 这个四品典一官了 跑到这个王府 打杂去了呢 嗨 其实啊 这堂兄弟啊 就只能是越来越远 这大清朝啊 还没进官呢 这两只人呢 其实就已然分家了 这分家以后啊 那就是各姑各的了呗 这谁过得好啊 谁过得不好 全凭自己个儿了 这甄嬛的妈呀 是京东人 据这个宝底县制记载 甄嬛的妈妈 是宝底县生员 彭武功的女儿 彭氏 在这儿呢 咱们得额外的 就得一句 这乾隆皇帝 您看啊 活到了八十好几 之所以长寿啊 是因为他身上 有长寿的基因 这个基因呢 那折定不是来自于 爱心觉罗的家庭 您想想他爸爸 他爷爷 他上边的增祖高祖 没一个长寿的 哎 您别提康熙 这六十九就死了 他能算长寿吗 您看啊 这个孝圣皇后 和他的父母啊 全活到了八十多岁 再往上挡啊 据说这薄地县的生员 彭武功 他们家呀 也出寿性老 各顶各的都 金活着呢 这甄嬛呢 因为他是这个 乾隆皇帝的妈妈 所以说呀 这个甄嬛的生平啊 在史书上记载的 还是很清楚 很详细的 这史书记载 孝生献皇后 出生于康熙三十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通过这个 外八旗选秀进宫 被指昏到了 多罗贝勒印针的府里 作为了一名侍妾 这到了贝勒府啊 要说呀 这个地位还真不高 就是侍妾 翻底格格呀 咱们上文书就提到过 在康熙五十年的时候啊 这雍王府里 有两档子喜事 八月十三的时候啊 这格格扭葫芦氏 生下了四子弘历 这紧接着呀 这喜事又来了 这格格耿氏啊 给这个雍新王 又生了一个儿子 这就是咱们上文书说的 五爷红咒 要说这好日子 他说来的快 他也是真快 康熙六十一年的时候啊 这康熙皇帝 驾崩长春元 雍正皇帝登基 登了基之后啊 怎么着 也得把这些前底旧人们呢 挨个的封刺封刺 这甄嬛当然也不例外了 他就被这雍正皇帝 册封为了西非 这一年啊 就是雍正元年 咱们呀在这捋一下 这纽葫芦氏 这甄嬛呢 在宫里边的地位 是什么样的 他上面呢 当然了 他有皇后 孝敬献皇后 还有这个年贵妃和齐妃 这排在第四位的 就是这西非 扭葫芦氏了 这往下呀 就是玉瓶和茂瓶 这会儿啊 自然就有人就疑问了 说这正宫皇后啊 咱放到一边不用讲 这个年妃齐妃啊 人家在前底的时候 就是侧福尽 档次呢 本身就比这些格格们要高 可是这个玉瓶和茂瓶 在前底的时候 也是格格 和这个甄嬛呢 地位呀 是一样的 怎么就是这个 纽葫芦氏被封为妃 而那两位格格 却是贫呢 这问题抛出来呀 听着是挺神秘的 可是呢 我要一说呀 您就明白了 这秘密立储制度啊 就是从雍正皇帝这开始的 这雍正元年的时候 弘历已然被秘密立储为了储君 虽然他不是皇太子 没有皇太子的封号 但是俨然啊 是这大清帝国的皇位继承人了 所以说这皇上啊 在册封妃子的时候 他不得不偏向着甄嬛一把 关于这个雍正朝西非的位分呢 说法不一 有人说呀 这个雍正朝的时候 这甄嬛啊 就是西非 没有再往上晋级 可是呢 这大清朝廷的宫中档部上啊 是这么写的 说雍正八年的三月啊 西非已然被进封为西贵妃了 内务府呢 也给他呀 做了这个朝福和朝官 不过 并没有任何册封典里的记载 也没有这个西贵妃的册保 也就是说呀 这甄嬛啊 好不容易当了贵妃啊 既没有这个金印 也没有金策 雍正十三年的八月二十三日 这雍正皇帝啊 驾崩了 死那年啊 也无非才是五十六岁 这临终前有遗诏啊 黄四子宝秦王弘历 登基及皇帝位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乾隆皇帝 这乾隆皇帝就以他爸爸的口吻啊 降旨 说这个一命嘱托 乾隆帝封圣母纽葫芦氏 为圣母皇太后 圣母皇太后啊 先是在这个永寿宫居住 后来这乾隆皇帝 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呢 把这个寿康宫翻盖一新 这甄嬛呢又搬到了寿康宫居住 您现在要是去故宫游览呢 那您必得去这个寿康宫瞧瞧去 您看那儿啊 已经恢复到 当年孝生皇后居住时候的样子 我在这儿啊 还得特意的透露给您 在这个后殿西房 您看那对黄花梨大柜了没有 那对大柜呀 可是这故宫当中藏的最大的一对黄花梨柜子 您瞧了没有 这一般人呢 我还不告诉他们他 您看那屋里陈设摆的呀 古玩玉器呀 那都有可能是新的 您看这字画呢 不用问 那更是新的 只有这对子坛大柜呀 是圆了袋的 在这块啊 有挺长的一段书啊 就是咱讲不了 为什么呀 很简单 因为时间不够 您比如说呀 乾隆皇帝对自己这位生母啊 好不好啊 孝顺不孝顺 要是好的话呀 好在哪啊 怎么孝顺的呀 要是不好的话呀 他具体哪儿 招妈妈生气了 这是一段啊 很长的书 不但篇幅长啊 这里边啊 还有很多需要分析的内容 咱们呢 留到这个后文书 我戏给您掰吃 总之呢 这人无千是好啊 这花无百是红 乾隆四十二年 正月初八 老太后啊 由皇帝皇后和一帮嫔妃陪着呀 就来到了圆明园 为什么到那去 这大冬天呢 因为在圆明园啊 这宫里要举行大型的灯会 外的呢 就是让这老太后高兴 好家活的嘞 这甄嬛的享尽人间祈福啊 就住在长春仙馆 为什么住在这儿啊 因为这个地方啊 离这个皇帝办公的正大光明殿 和他这个皇帝的居所 九州清宴啊 都很近 方便这皇帝啊 给太后请安 到了这个正二十四的时候呢 这太后啊 觉得身体啊 有点不舒服 这乾隆皇帝听说之后啊 就连忙赶到了长春仙馆去探望 一看呢 这太后的病啊 还不算重 还和这太后一起啊 一同啊 进了晚膳 这进过晚膳之后 这娘两个聊天啊 这太后啊 还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啊 谁也没想到 到正月二十二的时候啊 这太后可病得就起巴来抗了 这乾隆皇帝啊 一天三次去探望自己的母亲 最终啊 在二十三日的子客 这皇太后谭于上涌 终于没抢救过来 崩世了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孝圣皇后子宫 被安葬到了太东陵地宫当中 今儿啊 咱们按照史书上所记载的 把这甄嬛的生平啊 给您聊了一个大概 精彩回目可就在明天 明天啊 咱们先得说说 这乾隆皇帝 他到底是不是 这甄嬛的儿子呀 我是啊 天天挨这儿 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没别的 我祝您呢 元旦快乐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不吝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真的不吝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